Hello 大家好 我是凱咪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呢 底妆界的两大巨星 这两个品牌出的粉底呢 很多人想知道它究竟好不好用 想知道的话呢 就要锁定今天精彩的影片内容哦 歌坛影坛有天王巨星 那么我们彩妆界也有 今天呢就是请到了两大巨星 首先第一个为你隆重介绍的就是 登登 Ton Paul的这一瓶它叫做最上进奢华粉底液 要跟他一起呢来做这个分享跟介绍的 就是最新推出火热腾腾的 你看他已经升这样的体已经升上来 就是来自肌肤之药的这一瓶 恒霧光润粉凝露 登登 我到今天大家一定很想留言说 又要吃土了 底妆呢真的要买专柜的 好用的专柜的比较多 眼线睫毛膏 眼影真的是开价的比较多 先不要管他们的价钱啦 那就算你不买呢 也没有关系好不好 那如果你想要买的话呢 你就看这一集就对啦 好 Ton Paul这个最上进奢华粉底液 它是有顶级保养成分 还有这个柔光科技 它会营造一个所谓的 脸部的立体光泽 会让你有一种最上进的小脸的效果 这边是Ton Paul的 这个粉底 真的擦上去之后 你会整个手就是哇 贵气 真的你看 再看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有一集彩妆师的那个盲测 他们只用这瓶内料 两个人就是一用之后 惊为天人 凯蜜真的不是因为贵 或者是大牌 就是说它好 它是真的厉害的分点 再来呢我们看一下 肌肤之药 哦 这瓶真的是 等好久期待超久 它很清爽喔 而且它就是雾感的 它的流动性没有那么高 代表什么 它真的是比较持妆 一般来讲流动性高的话 它会比较偏保湿跟光泽 那你看它挤上去不太动的话 代表它比较雾面 吸附力比较强 雾面呢有奶油的质地 可是呢又有这个微雾的光泽 所以它不会是一个那种 往死里雾的感觉 它是活的 活活的雾面 对 这两家刚好都有推出粉底刷哦 COMFO新的这支粉底刷 斜切角的这支 凯蜜已经用了好几次了 就是很贴合 这样 有沒有很贴合 而且没有刷痕 因为有些粉底刷就是很讨厌 就是会有刷痕 而且它可以这样 扁压很像我们用海绵 有没有会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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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弹弹弹 这个粉底刷呢 也可以弹哦 还有那个斜切角 像眼周 鼻翼 谁叫 你看这样 有没有 是不是 奶油肌就出来了 好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的色号是4.7的 最近这么热的天气 你只要订一点蜜粉 那到了秋冬 我跟你讲 刚刚好而已啦 而且遮瑕度你看是不错 该遮的有遮到 一些泛红 肤色不均匀 还有一些血管瑕疵 这瓶真的是满意 喜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这个 接不知要了 之前呢 新品素报都有介绍他们家的这个 三把刷子有 高遮瑕 中遮瑕 还有局部的那个遮瑕刷 那我是觉得这一把感觉 比较有别一般的粉底刷 它真的很像修容刷 所以如果你买这个还可以当修容 或者是打亮 我觉得也还蛮划算的 我先用手来画给你看 这瓶的延展度非常的好 就它会这样 很像匀在你脸上这样滑溜的感觉 可是呢 它又不是浮在外面 它是这样 可以用手这样轻轻的推 所以你喜欢用手打粉底的人 也可以用手 然后它的遮瑕度会是最好的 叠叉 这刷毛 好蓬松喔 这粉底刷 厉害耶 因为它很舒服 蓬蓬松松的 哇 你看 柔霧中带着丝缎的光泽 好像有微微的被定过的薄蜜粉喔 还有璀璨 璀璨 璀璨 这很难念喔 你看喔 你看现在呢 你看这个形容词 不得了啊 璀璨奢物光 而且你看我这边额头很油 对不对 它马上就有那个你看物化的效果 可是又不甘 Oh my god 这个 我刚刚是讲英文吗 因为我个人其实不太懂 有些人很喜欢讲一些英文之后 后面又继续讲中文 会觉得说如果你英文很好 为什么不全部讲英文呢 然后就会有人讲 Oh my god 然后全部他们一直讲中文 你就继续讲英文啊 英文很好你就继续讲啊 对啊 这我个人的 你知道 心情 大家不要介意哦 我个人的心情 真的你看有没有 柔霧丝蛋 跟刚刚 汤过奶油 其实 不一样啊 对不对 而且你看我刚刚挤一下 还是两下我忘记 就是好 算两下好了 全链应该也还剩很多 所以它用量很少 就有这么霧的感觉 它们的颜值都超高的 价格一样 某数可能微微的差好不好 但是呢 妆效呈现出来也都各自有各自的 你知道 特色跟特长 还有不同的 你知道 想要呈现的感觉 所以呢 大家一样 这一集呢 又是让大家 好好自己去苦恼 好好自己去伤脑筋 凯咪个人呢 就是会觉得说 如果我犹豫了 那我就通通都把它买回来 懂吗 就是如果你觉得 这个也不错 那个也不错 真的无法从中择一的话呢 那就努力一点 存钱把两个都带回家 因为有时候 你想要奶油肌 有时候你想要一点柔物肌 都可以自由的 你知道 变换 或者是呢 自己去搭配 不同的妆感 妆感来使用哦 好不好 所以呢 大家就参考一下 今天的这个底妆的说明示范的特辑 让你更了解 现在你知道 专柜最棒的两瓶粉底 就在我们的手上啦 好啦 那不要忘记了 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身边 也在纠结要买TOMPHONE 还是肌肤之药的同学 让他们更了解 这两瓶底妆 不要忘记了 按赞 订阅 分享 我们精彩的影片 下次见喽 拜拜